欢迎回来 全球的金融市场 这几天都在讨论 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倒挂的话题 那么殖利率倒挂 是经济衰退最准确的指标 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等于是宣告了 全球经济衰退确定了 好 那方向确定了 投资人要如何应变呢 最近很多的经济学家 大声疾呼快点快点 卡位黄金 黄金的熊市结束了 低点已经出现了 黄金的牛市正要开始 那么首先呢 先带大家来看看 美债殖利率倒挂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全世界 大家这么重视 这样的一个现象 甚至呢 美股在倒挂的那天 是重挫400多点下歪了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这是一个 经济下行最可靠的预兆 最准确的指标 那么大家知道 美国政府的这个公债 那它有分很多天期 有短期的 有这个中期的 有长天期 三个月的 六个月的 一年的 两年的 十年的 那今天我们带您看 倒挂现象 出现在三个月 跟十年期的政府公债 那你说我听不懂 好 那我简单解释 正常状况下 你去买公债 就像你跟一个人 借钱好了 那你说我跟你借钱 三个月之后还你 你说嗯 好吧 好吧 OK 那我给你一个利率嘛 那你说 我给你借钱 我十年之后还你 你说十年之后 你会还我吗 危险吗 中间十年呢 风险那么高 这就对了 所以呢 短天期的公债 它的利率会比较低 因为你比较放心 它会还给你 那你说那个十年 很长的这个公债 你要利率高一点啊 不然我为什么要借给你 很危险吗 风险很高嘛 所以正常状况下 债券值利率呢 长天期的利率 会高于短天期 这样就可以理解啦 那是正常状况 经济正常的往上走 正常状况 但是呢 现在出现的状况 是倒挂了 也就是十年期的公债 它的利率 居然呢 会低于短天期 你说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状况 因为大家很担心 经济风险很高 可能经济要下行了 经济要衰退了 所以我如果去买 那个短天期 我觉得风险很高 因为经济开始要往下走嘛 那那个短天期 危险危险 我买久一点的好了 感觉比较放心哦 一个经济循环之后 经济还会起来嘛 对不对 我买久一点的比较放心 所以呢 就变成了整个 债券值利率 倒挂的现象 那这个倒挂呢 就是经济衰退 最可靠的预兆 我们就来看看 倒挂的情形哦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上头这条线呢 是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那你看一般来讲 它是不是应该都会高于 三个月期的公债值利率 那这里拉的时间点 是2018年去年的九月份 你看还高这么多哦 然后你就看到了 随着这个贸易战越来越打嘛 然后经济下行的风险 经济数据越来越难看嘛 你看它越来越靠近 到了上个礼拜五 它正式倒挂了 颠倒过来了 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往下掉了 这个三个月期的公债值利率 往上升了 这就叫做倒挂的现象 所以呢 才会在倒挂之后 大家下歪了 金融市场全部都崩跌了 那你说有没有更多的一些 经济数据来佐证 全球的经济下行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最近一些经济数字都不好看 首先我们看FED不升息 它一直升息 其实你要放心 因为经济很好 它才会升息 结果呢 这会不升息 甚至告诉你 可能今年都不升息了 一方面啦 你会觉得 哦哦不要升息 也OK 这个股市好像蛮好 但你长期来看 你不要升息 代表你看坏 接下来的经济 所以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然后值利率的倒挂 还有我们来看一些 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 PMI 这个是最普遍的经济指标 如果你什么经济指标 都不懂的话 你就看PMI 那怎么看呢 就是50以上就好 50以下 那个叫融枯线 就不好 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趋势 我们来看欧元区的 这个PMI 51.3 你说50以上啊 但是这是六年来的新低 美国的PMI指数是52.5 21个月来的最低点 德国也公布了 是44.7 这离50差好远哦 六年半的新低 那么再来看中国的PMI 49.9 这也在融枯线之下 所以呢 现在是全球的经济 都出现了问题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日前 在利率会议中 对外释放保守鸽派讯息 说话带有保留 但年准会原本预期 今年会升息至少一次 现在却调整为一整年 可能完全不升息 留给各界对经济展望的疑虑 市场不确定性攀高 直接反映在公债值利率上 经济放缓带来的不安 美国资金涌入美债避险 但十年期公债值利率 竟然低于三个月起利率 美国公债值利率曲线 出现了近12年来 首次倒挂 正常而言 十年到期的债券 因为时间长 伴随的风险就会提升 因此为了吸引投资人 值利率就会越高 但这一次短期限的 三个月起值利率 居然比十年期还要高 根据专家解释 这反映出市场 对经济前景的不乐观 避险资金涌进长天旗 债券 才导致值利率下跌 对经济学家来说 值利率倒挂 是最可靠的经济脸 是最可靠的经济衰退预兆 过去三十年间 美国一共出现三次值利率倒挂 没有一次例外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 都出现了景气衰退 资本市场也面临大幅度修正 经济指标出现红色警戒 各国经济数据也同样差到不行 美国三月份的 Market制造业 PMI的出值是52.5 创下了2017年6月以来的新低 不止美国欧盟强权的德国 制造业PMI44.7 也创下六年多以来新低记录 中国二月则是49.2 也是三年来的新低 难看的经济数字会说话 造成美股大跌 引发人心惶惶 投资人为避险转战 债券 但也有专家说 大家担心的有点早了 专家指出 值利率倒挂是重大警讯 但或许只是短期现象 各界还得拉长时间 持续观察对市场的影响 但全球经济放缓已经不容质疑 投资人还得提高警觉 做好避险的心理准备 三新闻成了报道 好 那么避险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经济学家 教大家如何避险 但是殊途同归 大家有之一同 都叫你快点买黄金 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个股市跟黄金 有一点敲敲板的一个概念 当货币宽松的时候 大家钱通通跑去股市 赚这个easy money 觉得很好赚 这个一本万利 那你就觉得 股市好像有点风险 高点到了 大家就回头来看 黄金避险的标的 那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黄金迎来牛市呢 一来全球的经济放缓 FED的宽松立场 还有殖利率开始倒挂了 债券的价格上扬 大家冲进去买债啊 觉得接下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很高 所以呢 避险需求开始上扬的时候 大家就重新想到黄金了 我们要带您看 那一些专家怎么告诉你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专家怎么教大家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 货币战争 这本书大家应该家里头都有 这个想要投资的一定会看这本书 作者呢 他这样讲 最新的这两天他才说 他说FED呢 他已经用尽了 他可以用的刺激经济的工具了 所以呢 他说现在FED陷入了困境 如果经济开始下行 他手上没有那么多的工具筹码 可以再来刺激经济了 所以他说 唯一一图 快点去买黄金吧 黄金是最好的避险标的 再来我们看到了 这是非常知名的研究机构 工行的标准银行 他出了一份最新报告 就在这个礼拜 他告诉大家 黄金的熊市已经完全结束 现在呢 你看到的是 黄金的牛市正要开始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他怎么形容 我们来看这个是黄金 我们拉的时间点 拉了蛮长的 大约是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来看黄金 一路是往上走 那为什么黄金往上走 那个时候是金融喊笑的时期 然后黄金往下跌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在川普上任以来 美股一路创新高 来到历史新高 所以呢 悄悄板嘛 股市大家钱通通跑去 股市捞金了 黄金就掉下来 但是掉下来 它没有继续往下跌 到这个地方 开始盘整 所以呢 很多的专家才会说 当股市 现在感觉已经高处不升函 接下来 你应该回头来看黄金 那我们看到了上一个高点的黄金 是在1859美元每盎司 最新的报价是每盎司1322美元 那现在很多专家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下一个黄金牛市的开端 甚至还有人讲说 可能会往上一直涨 甚至突破前高 看到1900 我们来看是谁这么讲 是这位经济学家叫彼得西夫 那为什么你要听他的 因为他曾经成功地预测了 2008年的金融海啸 所以呢 他过去的一个经验呢 他常常准确预言 所以这一回呢 他讲快点买黄金 金价要暴涨了 将会突破1900美元 受到去年每股长时间上涨的一项 全球黄金价格持续低迷 但专家分析黄金已经落底 新一轮牛市开始启动 我去铃铛市场 铃铛市场 今天是在铃铛市场开始启动 那是很低的 专家看好黄金价格 攀升的一大准烈点 就是美国联准会三月份的表现 居然偏向保守鸽派 联储会预计2019年一次都不会瞬息 反映美国经济放缓现象 现在的利率也让联储会动弹不得 货币战争一书作者李卡兹表示 联储会过去十几年来 不断把利率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 但这次升息循环的幅度不够大 恐怕应付不了下一次的经济衰退 如今联储会恐怕再也没有工具 挽救下行的经济 因此他建议投资人 应该快点卡位黄金避险 同样的建议 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海啸的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希夫 如今对黄金走势也有一样看法 现在国家停止升息 当然接下来会下跌 只要问他们要断 但我说黄金在四月确实上涨了 10.30美元 升幅0.8% 收在每盎司1322.60美元 创下二月二十六号以来最高收盘水准 专家分析 由于全球经济数据下行 支利率曲线倒挂 再加上全球超过十兆美元 债券支利率为负 一路推升黄金价格 如果国家联储会禁止升息 不过有专家认为以短期来看 黄金还是有下跌的风险 尤其股市和其他的风险资产突然上扬 就会削弱投资人对黄金的兴趣 不过有专家认为以短期来看 黄金还是有下跌的风险 变成了个风险